剑女儿这样说,阮家主母看向冷着一张脸的美妇人,这会不会是回家去了呀,要不拆个人回去看一看。 我还在这里,他们不可能回去的,一定是出了什么事。 王日给人一种柔弱感觉的美妇人,此时表现出一股强势来,她盯着阮三小姐看。 阮三小姐,为什么我的直觉告诉我,他们不见了,跟你有很大的关系呢? 你别急呀,我换暗卫来问问啊。 玉蓉,你我也相识多年了,应该知道我这个人。 今天,我的一双儿女若是平安归来,便也罢了。 若是他们有个什么不测,我一定不会就此罢休。 美妇人的目光落在阮三小姐身上,她的目光对上了她的目光,就仿佛在一刹那有什么牵引着一般,让原本只是抬头瞅了一眼的阮三小姐,无法移开眼睛。 就在她有些心惊,有些错愕,有些慌乱时,却听一道声音缓缓传来,那声音温柔地向母亲的手轻轻地俯过她的耳朵,让她整个人放松下来,沉醉在这温柔的声音中。 告诉我,你将解尸丝带去哪里了? 解尸丝好讨厌,我很不喜欢她,便让婢女将她骗到地灵镇那里去了,进了那里,她死定了。 阮家主母听到她的话后,心头一惊,手一颤,刚想端起来喝的茶杯,就这样掉落在地,碎成了一片。 因为这茶杯落地,因为那突如其来的一声哐响,原本正正双野无神,喃喃低语的阮三小姐,猛地回过神来。 然而随着她的回神,却是那美妇人伸手重重,锅来一巴掌。 你,你凭什么打我? 若是我女儿有什么三长两短,可就不是这一巴掌能了事的。 她转而看向脸色微变的方雨容,那地灵镇在哪里? 那地方,究竟是什么地方? 这外面闹得风风雨雨,气氛紧张,而在那森林中,放酒几人却是坐在树下休息, 不多时,只听见周围传来沙沙声。 她没有理会,只是看着一脸紧张的谢玉堂, 看着她猛地站起身,挡在了她妹妹面前,半弯着腰。 妹妹,快上来,有凶手! 谢师思一听,不由吓了一跳。 她正想扶着站起来,趴在她哥哥的背上去, 就让凤九给扶住了。 周围来了好几只凶兽,现在要跑不掉了, 不占哪里行? 来,我帮你照顾妹妹,你对付那些凶兽。 说话间,一手抓着谢师思的肩膀,脚下一点, 带她跃到了树上去。 限制剤性不能列的 custom样做。 kers词en cards 音计划级兆